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在北京呢 確實也一直在尋找更理想的居所 內心一個最大的衝動 就是希望能夠住在美術館裡邊 當我走到這套房子之前的時候呢 第一個感受就是它非常的空曠 我一看到它 那我就想這個是完全可以變成 一個家居室美術館的 當季我就把這房子訂了 訂了之後我找設計師叫李輝 馬上就聯想到了Guggenheim 當時他畫了一個弧形 那麼我們也就是圍繞這個弧形 我們開始展開的整個的設計方案 因為Guggenheim大家都知道 它整個的建築形式呢 就是一圈一圈的 像一個螺旋的結構 所以呢 有朋友就給我們家起了個名字 叫張根海姆 也有把它叫做小谷根海姆 我們家整體的這個建築結構呢 本身呢是比較簡約的 經過改造之後呢 我們現在也有1600漆 在樓上呢 我們三層其實已經變成了 我的一個庫房 我們的家居部分和公共空間部分呢 是分離的 既充分展示藝術作品 同時呢 又有自己的一個私密的空間呢 可以不影響任何的生活的質量 我覺得真正達到了一個 居住在美術館裡邊的 這麼一種感受 我的總藏品應該在1000件左右 那麼所能夠展示出來的呢 大概有十分之一吧 我沒有把藝術 放在一個不切實際的 高高在上的位置 像這種茶几類的藝術品 在我這兒都是扮演著實際功能的 我的這個家具呢 也都大自來源於意大利 現代的這種家具的設計風格 往往到我們家來的不少朋友呢 分不清哪個是藝術品 哪個是家具 甚至呢 看我們家白兩輛自行車也要問 這到底是藝術品 還是真的自行車 所以這個呢 其實就真正實現了我這種 叫藝術生活化 生活藝術化的一個目的 其實我也一直在裝置著我的這個家 家就是我的裝置作品 每時每刻都在充實著它 都在調整著它 也不斷地在創造著它 更多的時候是像一個策展人一樣 考慮著這些作品的搭配 考慮著這些作品在空間 它的組合 當代藝術的這個創造 有很多的手法 其中我們可以說呢 有一種比較流行的方式 叫解構 也叫消解 可能一進來就會看到 一個紫色的汗馬車 它是一種和戰爭強悍 產生著一種直接的關聯 但是當把這個車結構在不變的情況下 改變了它的材質 是用海綿做的 顏色也被改變了 所以它就把原藝 徹底地給顛覆和消解掉了 這個作品的名稱叫《我很平靜》 所有的東西都在一種危險的邊緣 但是我很平靜 每次看到它我都會覺得 會給你帶來一點緊張 它是在我的家裡邊 為我單獨創造的這個AP版 因為上面你所看到的這些漆民 大多數都是我生活當中使用過的 我就希望我們家是個藝術家 因為藝術會把最美好的東西保留下來 我也希望人間也充滿著一種藝術的情調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整個的這個家 我們都能和睦相處 藝術的生活 藝術的對話 我從哪裡都可以文化 一種藝術的作品 原來的照顧